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有关的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今天赴武汉考察的有关情况 在考察中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大考 我们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 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集体健康 他同时说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措施 后果不堪设想 实施动态清零是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 从国情出发的 习近平同时强调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 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孩子 如果算总账 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 效果最好 同时又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社区这个重要基层基础 有能力有实力 实时动态清零 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在这一次讲话中 习近平同时强调当前疫情尚未见底 又说目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还很大 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进心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受影响 又说有信心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要争取今年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消息 从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信号标记 称为坚决落实中国两国务院有关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以及动态清零总方针 支撑高效统筹疫情经济防控发展 要方便广大用户出行 因此做出有关决定 通信行程卡介绍 行程卡带信号表明用户过去十四天去过包含中高风险区的城市 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中高风险区 而防疫管理人员在看到用户行程卡带信号时 要进一步核实对方是否实际去过中高风险区 不建议对带信号行程卡用户直接采取隔离措施 同时又表示 信号和用户个人健康状况无关 仅作为提示标志 方便管理人员查验 而用户过往十四天内的行程没有包含中高风险区的城市后 信号就会自行消失 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中国某些地方在过去几个月 在防疫上针对信号标记层层加码 包括以货车司机行程卡带信号为由 限制车辆通行 以信号为由劝返出行人员 引起民众不满 同样是跟中国疫情有关的消息 卫健委主任马小伟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会面 并强调中国会继续坚持动态精灵总方阵 要科学精准做好防疫工作 国家卫健委官方表示 马小伟和博恩斯在北京时间昨天下午会面 表示愿意落实有关于中美两国元首 有关于视频会晤和通话精神 马小伟向博恩斯介绍了中国疫情防空政策 表示中国会继续坚持动态精灵总方阵 而博恩斯在三月五日正式抵达北京上任 这一职位在之前已持续一年零五个月的空缺 再为您关注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发出特别天气桌 中国海中部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压 天文台将其视乎当力风力变化 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又表示香港在明天风力会逐渐加强 咒语增多 七月一日回归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当天风势大 有狂风暴雨 据来自新岛日报的报道 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当天将与夫人彭丽媛 在下午乘坐高铁从深圳抵达香港 在高铁西九龙站逗留观察 香港天文台表示 在正午十二点热带低压 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四百五十公里 预料将向西北偏北移动 时速大概十公里 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一带 此外新岛日报发布专栏文章表示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 是基本法规定五十年不变的中叶 现在距离二零四季只有二十五年了 又强调香港一直在关注一国两制 在二零四季后之后的前景 而游说北京中央及早做出决定 消除不确定 文章还表示 建制派人士建议中央要以法律形式 把二零四七年的问题确定下来 文章引述来自建制派的消息人士说 习近平防港就一国两制发表讲话 可能会触及二零四七年的问题 建制派人士说 习近平如何论述这个问题 会受到商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而习近平当时也会向国际社会发出信息 对于奠定香港未来发展极为关键 文章表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此前曾经说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变 不会动摇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不走样 要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沈春耀当时说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灭 是形象说法 要理解为首五十年不能变 五十年后不需要变 而同时习近平出席二十五周年庆典 敌港将参加科学园活动 过后出任现任特首林郑月娥设晚宴 接着到深圳过夜 后天早上可能会再到湾仔会展中心 主持第六届港府就职典礼 与官员会面 最后到机场三跑道系统视察后 再乘飞机离开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r Xi Jinping will attend a number of official and celebration events relating to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he will also officiate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6th term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police would implement a series of security measures when our President visits Hong Kong 有没有传媒是获准入会展的呢 谢谢 有三条问题 请问其实约谈的内容是什么呢 警方又有没有约见其 police will not tolerate any acts of violence or public disorder and will not tolerate anything that may interfere and undermine the security operation in any event that any person behaves in a manner that threatens life or property and undermine public order or endanger public safety we will take resolute actions 这次是国安法 其实实施了 这次刚才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